各位观众晚F,欢迎收看2012年7月19号的总编辑时间,我是史哲伟 马英九的用人问题很大,他亲自拉拔了前行政院秘书长林毅士的贪毒案 林毅士的行为就外界所知,不是收贿,而是勒索 而现在人格被饱受质疑的前驻新加坡的代表石亚平却高升成外交部的常务次长了 另外一方面在此同时,两岸首度的对钓鱼台的问题进行了同步的民调 结果是相当的具有启发性 而接受邀请到我们的现场进行分析点评的来宾是有数十年政治新闻资历的中国时报社长王美玉 美玉社长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晚安 而在进入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台湾跟新加坡所谓的关系生变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 尽管监察委员有进行所谓的深入调查,但是又决定播公开,强调是机密文件 而现在有国民党的前立委就爆料指出,这所谓不能说的机密 是石亚平爱上了李光耀的次子,让李光耀震怒 而对此石亚平非常的生气,他说这是路边的野狗乱飞 风风光光回台湾接任外交部常务次长,石亚平驻新加坡几件到底出了什么包 外交部不能说,监察委员又视为最高机密 国民党前立委张硕文出面大爆料 他与李光耀先生的儿子太接近 导致这个李光耀先生不高兴 李光耀先生手指责石亚平 那到底是震怒还是指责我不晓得 张硕文的用词遣字实在很暧昧,留下极大的想象空间 原来是传出疑似外交官恋上了李光耀的儿子 男主角就是李光耀的次子李显阳 现任总理李显龙的弟弟 比石亚平大上六岁,曾经担任新加坡电信总裁 兼任首席执行长 重点是李显阳已经结婚,还有三个小孩 你有跟李显阳见过面吗 李显阳本人我想应该是没有 就是没有私下的接触或者因公接触 因为他并不是政府的官员嘛,并不认识他 电话那头石亚平极力沉浸 而就在前一天事情一曝光 石亚平气炸了,隔宫呛瞎张硕文 有证据就把照片拿出来 难道路边的野狗吠一声 我都要回应吗 我听到的消息就是外交部里面传出来的消息 只是爆料必须有所本 记者追问张硕文却有点支支吾吾 一份机密文件爆出外交官和政要之子非文烈 为扑朔迷离的台新关系 多了点八卦话题 好,就如同我们的记者讲的这是个八卦话题 我们先把这个八卦放一边 来谈一个可能更重要的 就是有关于这个监察委员就这个石亚平案 进行了调查 但是调查的结果呢不公布 在昨天这个监察院呢 他们发表他们的决定的时候呢 蚂蚁工委员呢 他就讲说 刺探搜集这个情报的话呢 是违反了国家机密法 而且要处五年以下的图刑 换句话说呢 就是媒体问这件事情 在他的眼里有可能会违法 而且呢 还要处五年以下的有期图刑 而第一 我们要知道的就是 媒体 第一没有刺探 也没有搜集情报 第二 就算是刺探和搜集情报 这也是就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 然后第三 就是监察委员呢 就指高气昂 然后自我感觉那么的良好 就这个部分 先请社长点评 这个是非常滑稽 而且是不可失忆的 监察院对于公务人员 如果觉得他严重的堵职 怠惰 违法失职 比如说 施亚平就如同他们所讲的 把台新关系搞得一团糟 OK 甚至说 有八卦的传闻 或者说 他把那个李光药惹火了 OK 那监察院 不管你是 急机密 绝对机密 或是机密 哪一个层级的报告 都应该对 外交部提出纠正案 对施亚平提出弹劾案 这个就是监察院 发肩直肩 澄清励志的 一个最直接的手段跟工具 那么今天 他们没有这么做 他们派了一个委员 叫周扬山 他号称 公价自费 带着眷属到新加坡 去调查这个案子 有人说 有立委爆料 他只调查了半天 他说没有 我还有其他时间 在做调查 那么我想请教监察院说 你去调查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公价 公费去调查 而你要公价 自费去调查 对 第二个 他八页的调查报告里头 据看过的立法委员 转述 有五页半 写的叫 晚情元事件 什么叫晚情元事件呢 就是国父 孙中山 有关于孙中山思想的 一场座谈会 那个会议里头 周扬山去参加了 那他发现 怎么我们 驻新加坡代表处 没有任何一个人参加 那么 史亚平的讲法是说 那时候有讲好 这个座谈会 两岸都不派人参加 所以你看不到 中国大陆 大陆的人代表 也看不到 台湾代表处的 那这个 有违法失职吗 如果有 也请勇敢地揭露 这有机密吗 第二个 就是大家吵得非常凶的 其实在这个报告里头 又写到了 去年建国 一百年 我们驻新加坡代表处的 国庆晚会上 挂上中华民国的国旗 唱了中华民国的国歌 请问何罪之有 我要告诉大家 当我们在强调 台湾的主权跟尊严的时候 你只有在邦交国里头 你有这个权利 哲伟你对外交非常清楚 非邦交国 你可以这样做吗 就要非常的小心 对 OK 非常的小心 那么听说 去年外交部 训令所有的外观 就是我们建国一百年 我们尽量要争取到这个规格 所以史亚平说 我的做法 并没有比别人多了什么 所有人都收到 这样的一个做法 所以他在那场晚会里头 他邀到了 卸任的新加坡的外交部长 还有新加坡的 那个次长 或副部长级 那么现任 就是已经在此的新加坡的外交部长 不在那里头 所以唱了国歌 就惹毛了 那个当现任的外交部长 所以搞得很不愉快 然后僵了 这个是外交部内部传出来的说法 就是说真正台新关系搞砸了 是这个 那大家就在讲说 如果是这样子 有那么严重吗 不能公布吗 为什么要列为吉吉米 以前有个外交部长 嘲讽这个新加坡 叫做彼死大的国家 这不是更糟糕 更影响我们台新关系 都不是机密 还公开叫骂了 那请问监察院 你调查了什么东西 为什么不能列为 不能跟大家做说明 把一件事情越搞越迷糊 疑点重重 甚至放任 有人在那边放话 说是绯闻 而且还是恋上 人家李光耀的小孩 我觉得这个对一个外交官 尤其是女性外交官 何其沉重 如果是有 那你就勇敢拿出证据来 揭露他 那他根本就应该要被弹劾的 他应该要被弹劾的 是 他怎么又会去升任 次长 对 这个是怎么讲的 都讲不过去 对 而我们就这一点 我们继续来follow up一下 就是说 今天台湾跟新加坡的关系不好 那发生在石亚平的任内 这是事实 那或许现在的关系又恢复了 不过当时的确有不好 而错误的责任 从逻辑上来看的话 有好几个 第一个就是石亚平的错 第二个就是 石亚平跟新加坡方面都有错 然后第三个可能性的话 就是这完全是新加坡的错 可是在目前 我们想要知道这个事实的过程之中 我们连这个事实本身 在哪里都不知道 而且根据这个 去调查的监察委员 他自己的说法 他在了解这个石亚平案的时候 他人在新加坡 但是也没有跟新加坡方面接触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新加坡的说法是什么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因为你刚刚分析的非常好 就是说到底责任出在哪里 我想那个官会 不管外交部跟这个所谓的检察院 他们都必须各打五十大板 石亚平事情发生 他还没有回国的时候 就已经闹得满城风雨 外交部放话的系统非常多 我相信这内部有某种原因 当然第一个 石亚平真的可能把关系给搞僵了 第二个就是说 内部有在内斗 我们知道外交系统是相当封闭的 所以石亚平人还在新加坡 还没有卸任的时候 就谣言满天飞 包括绯闻在内 只是我们就不知道 是绯闻的对象是谁 今天总算有人跳出来说 是指的是李光耀的小孩 那么那个监察院 在调查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刚刚就讲 你一个监察委员 今天又有人出来爆他的料 说他到欧洲去旅行的时候 要外交部去接机 没有接机就把部长叫去骂半天 害部长下一个令说 以后监察委员来的时候 好好招待 第二个 他到新加坡区 调查的时候 他为什么要公价自费 你可以光明正大 公价公费 要求我们外管 提供所有的相关资讯 但这其中必须讲到一点 就是说我们不要夜郎自大 我们的司法权不急于 那个新加坡的官员 我们的监察权当然不急于 人家不会 未必会配合你 你今天跟人家没有邦交 你要签一个什么引渡条约 都会合起的困难 你凭什么去调查 人家新加坡官员 这就是我们调查不到的原因 那调查不到的原因 你也不能 故弄玄虚 今天你今天调查 我刚刚就讲 救人就是弹劾 救世就是纠正 他说他有严重失职 严重失职 你怎么又放过他 严重失职 怎么可能因为是机密 就放过他呢 所以我觉得 这个监察委员是 自乱正脚 我说我呼吁 监察院长王建轩 你必须出来主持 这个监察院的自律 你的形象大坏 坏到坏透了 我觉得监察委员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做呢 把一个事情搞得变成 事实不明就算了 让他这个遥远满天飞 那如果真的没有绯闻这些事情 我觉得对斯亚平伤害多大 我觉得对一个人污蔑 莫过于此 那当然如果有的话 斯亚平是该下台的 不应该去当次长的 对 而讲到这个马英九的用人 很多人都说 他的眼睛里面 容不下一粒沙 如果说这个人的道德有瑕疵的话 那他就糟糕了 我们可以说 这个灵异式案的话 他大概是世人不明吧 因为如果说 他真的眼睛里面 有一粒沙 看到灵异式的话 他也不会用灵异式了 那另外我们来看 在外交部呢 也有很多人 因为马英九呢 眼睛容不下一粒沙而下台 首先我们来看的是呢 政务次长夏立言 他是因为巴巴风灾的时候 这个替人背了黑锅 所以就下来了 现在被外放到印尼 再来呢 就是政务次长沈吕巡 他为了这个台湾书院的 这个事情呢 把事情办好了 但是呢 得罪了当道的人 所以呢 现在到英国 去外放当代表了 还有呢 就是这个政次李大为 他被视为呢 是在这个贬政府时代 担任驻美代表 不够忠心 所以呢 也被外放了 那我们现在要看到的是说 以石亚平这样子 具有这么多的争议性 的话 照理说 在这个 马英九的眼睛里面 大概到处都是沙子 他都要变杀眼了 可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他还是用了石亚平 为什么 对 其实我们不可否认 石亚平是国王人 这个说白了 林一世是国王人 也是 但是因为林一世 是民意代表出身 所以过去林一世 在民意代表任内的 这个不管所会 这个这种恶行恶行 勒索 可能他真的世人不明 耳目不冲 那么石亚平这个事情 比较令人好奇的是 他当初是 马政府的 政府发言人 行政议 新闻局的局长 后来就外派到新加坡去 那如果说 陈儒大家对他的指控 有人 不是大家 有人对他指控 他搞了这么大一个绯闻 对象又是李光耀的儿子的话 你觉得马英九会 耳不冲 目目明照这种地步 而且这个传闻 在外交部传遍了 石亚平仍在 新加坡的时候 我曾经跟他通过电话 听说有绯闻 他就很激动 说如果讲我有绯闻的人 实在是污蔑我的人格到极点了 他非常的激动这样讲 那如果连我都听到了 马英九会听不到吗 马英九会听不到吗 所以我是觉得说 这个事情 非同小可 一个外交官 台湾跟新加坡的关系 非常的重要 外交官的敏捷 那我觉得说 还有一个就是说 当然外交部内部的讲法是说 石亚平的表现不错 让马英九非常的有信心 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说 他当初到新加坡去的时候 他给他两个任务 就是说 你可不可以请李光耀 因为很久没有来台湾访问 让石亚平能够促成这件事 第二个就是说能够签类FTA的 我们跟新加坡的经济架构 所以石亚平也都很努力在做 所以马英九认为 他表现得还不差 这是在救政绩面 至于石亚平的形式风格 是不是很争议 在惹毛了当地的 我们的外交系统 我知道外交系统非常的封闭 有前后任之间的 很复杂的关系 我很深信这里头 有外交部国安系统的内斗问题 但是内斗问题 如果说你石亚平新的证 做了证的话 没有任何的争议的话 也不会被放大到 这么大的一个地步 但是如果要对一个人 指控所谓八卦绯闻 而且层次又是这么高的 一个对象的话 我希望指控的人 就是说你要拿出证据来 不要像那个长期 原爆一样变长期蛋糕 当然石亚平也有 必须讲清楚 这个案子被列为 极机密 或是机密 或保密的一个案子里头 有人可以要求来解密的 包括石亚平外交部当事人 我们监察院的相关法 也是这样的 还有王坚先院长 甚至马英九总统 要示众于解开这些谜团 就把它解密了 这有什么机密可言呢 再最不好 代表的人被换 已经回来了 还会再怎么不好吗 我们已经派了新的代表去 也去履新 我就刚刚讲过了 民进党时代 骂人家彼此大的国家 关系还不是 后来又follow up 对不对 所以对一个国家的伤害 莫过于此 我觉得就是说 监察院真的是糟糕透底了 我们纳税人 供养这些监察委员 不晓得在干什么 对 今天我们不但觉得 这个监察院 这个做事 还有调查的方式有问题 第二就是外界 对于这个石亚平的刑事风格 以及呢 马英九呢 为什么还是要执意的 那么的相信他 外界可能也是觉得说 马英九是不是要 给一个说法 而在广告之后呢 我们还要来看的是 两岸首度 对这个钓鱼台的问题 进行了同步的民调 结果是相当的 具有启发性 怎么说呢 我们马上回来